继上个月市区公车免费4G上网服务开通之后 现在1916园区也正式开通无线上网服务 整合爱新竹账号将以往无线传输改为固定式光纤传输服务 并将上网1MAY提升为2MAY 原有14个热点增加到34个热点 市长林志坚6号上午在市立动物园举行记者会 象征1916园区无线上网正式启动 新竹公园占地18公顷 公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设施 包括力池 动物园 波公馆 以及体育馆等等 口庙等等 那其实这个场域非常非常大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跟中华电信来合作 把过去在这里有14个Wi-Fi的热点 扩重到34个热点 更重要的是我们让它全区都是无死角的一个 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 希望能够提供给来到这里的市民朋友 或者是观光客 能够在这个这么漂亮的场域里面 在这个场域里面休闲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无线上网 可以在这里悠游的生活 新竹市政府和电信业者合作 提供无线上网服务 未来融合物联网概念 提供导览优惠好康的APP 这一次我们把它全区的整合 从14个热点变成一个34个热点 而且我们因为系统的改变 连线的这个速度和品质的稳定度 都大幅的提升 速度从1Mbps提升到2Mbps 而且过去可能14个热点 转换区域可能要重新登陆 但目前是一个34个 一个热区整体热区的一个概念 只要登陆一次 就走到哪里都不会断线 不需要重复登陆 这对于未来新竹市政府 来推动更多的一个智慧导览 智慧商圈 或者是一些知识系统的一个推波 民众在这里就可以享受 这些智慧服务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全区无线上网 是1916园区整合的第一步 同时也陆续整合周边 硬体建物的空间设置 市长林志坚在致辞中也表示 目前正积极向交通部争取 跨越亮点计划约3亿元的经费 希望将1916园区打造生态 环保教育文化内涵的多功能园区 开破新竹官市联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